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 一生辉煌荣耀 还养了一个儿子 民国四大美男之一的张学良 说到张大帅呢 很多人的印象 就是一位乱世枭雄 或是不拘小杰 说话也是直来直去 不管弯抹角的 虽然读的书少 但为人讲义气 知恩图报 张学良的原配与奉执 就是因为于父曾在张作霖落难时 相助于奉执 这才为张作霖做主嫁给了张学良 张作霖当上大帅后 身边能人众多 其中不乏有文化的人 作为一个只念过三个月私塾的人 张作霖要让这些人佩服 也是有他的本事的 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跟张大帅有关的 张作霖是义军统帅 有一次军校邀请他过去给那些军校的学院演讲 张作霖心里清楚 居照里的这些年轻人 是自己统帅的本阳军 奉系未来的储备军 这次演讲 不管是对于这些学员 还是自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张大帅相当重视这次演讲 前面也说到了 张作霖只念过三个月的书 肚子里墨水不多 所以这演讲稿 自然是由他身边的文职人员准备的 张大帅拿到这份演讲稿后 整整一页都在背稿子 生汉挖了词 在学员面前丢链子 第二天 张作霖来到军校 走上台 站定后 就准备开始训话演讲 这还没开口讲几句 张大帅脑海里关于稿子的内容全忘了 大帅站在台上想了好久 连个词都想不起来 越想越急 脱口而出 骂了个八字 一激动昨晚背的稿子都忘了 话刚落音 在看台下正在认真清讲的学员愣了 但是没过多久 这群学员都大笑起来 心里不禁感叹 不愧是张大帅就是这个个性 原本中规中矩的演讲反倒变得更加有趣了 张大帅见这些学员笑了 又继续说道 你们跟我好好干 干得好 除了我老婆 别的什么都可以给你们 张大帅真的是一语惊人了 不过这样一来 反而激起这些学员的动力 也让他们更加佩服张大帅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